你们媒体现在画面 407207 407207打击了 你们也没错 你们媒体要曝光出去 407207打击了 全红缠为何丢挂 央视解说给出答案 粉丝却不买账 高喊裁判压分 在刚刚结束的2023年全国跳水锦标赛 及巴黎奥运会选拔赛女子十米台决赛中 陈玉希以436.80分力压全红缠夺冠 同时 这也是陈玉希继今年3月的全国冠军赛后 连续第二战击败全红缠拿到冠军 从而直接锁定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然而全红缠丢冠却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现场更是有全红缠的粉丝高喊裁判压分 其实一直都有很多全红缠的粉丝认为 全红缠在国内比赛时会被裁判针对 就连国家队的公信力也受到了影响 而本次比赛 全红缠在预赛中的表现非常出色 来到决赛前两跳 全红缠也排在第一位 不过从第三跳开始 全红缠就下降到第二位了 尤其是第四跳 全红缠只获得85.80分 陈玉希比全红缠多了整整8.70分 就是这一跳直接导致两人的分差被拉开 虽然全红缠在最后一跳的表现非常完美 但是无奈之前分差过大 只能眼看着陈玉希拿到冠军 不过很多全红缠的粉丝 都对这个比赛结果提出了质疑 在现场更是有一位观众直接表示 全红缠的407C和207C两个动作的得分低了 高喊裁判压分 比预赛的得分还要低 网上还有一些全红缠的粉丝贴出了截图 表示全红缠的水花和陈玉希的差不多 可为什么两人的得分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针对外界的质疑 央视解说解释了全红缠207C得分低的原因 表示打开略早一些 入水的时候脚尖没有带住 收得不够一些 从央视解说的这番表态来看 全红缠主要是在细节方面 比如陈玉希 这就是全红缠得分比陈玉希的原因 不过对于央视的说法 全红缠的粉丝并不买账 依旧认为裁判故意不给全红缠打高分 为何会有人持这种想法 主要还是全红缠出生于普通家庭 没有背景 跟陈玉希相比 全红缠就是弱势方 而大家都比较同情弱者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至于裁判有没有压分 这就需要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不过全红缠的反应 还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当时全红缠正在接受采访 这时国红缠 大口 和女人 面对这样的情况下 全红缠有些尴尬 闭闭闷色 直接拧着叹气 对此全红缠表示 今后会更加努力训练 并不会在得分上面有太多交集 就连全红缠都对国风 没有过多想法 2023年全国跳水锦标赛 女子十米跳台决赛